我靠 你确定这是一个单人盒饭吗 朋友们 在美式烧烤里有一个非常小众的分类 叫做夏威夷烧烤 虽然知名度不高 但是味道相当之好 那今儿咱们一起去尝尝 出发 到地儿了 又来到了这家小店 在门口就已经闻到烤肉的香味 Hello, can I order something to go? Do you still have the giant blade with all the meat inside? Yeah, can I get that one? Is there any size that you have tonight? like appetizer? I would say side veggies but that's not taking my mind You're about to close right today Okay You're pretty chill with the business hour I think it's more like family owner Okay, that's cool 这一顿加税加小费 一共花了62块 73块 Oh, it's 73?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来,今天整了一顿美味的夏威夷烧烤 超级着实的两大盒 分别是他们家招牌的烤肉拼盘 还有一盒牛排骨 来,大家看一下 我靠 这一盒给的肉也太多了吧 里边有烤牛仔骨 烤牛排 还有烤鸡肉 你确定这是一个单人盒饭吗 这谁能吃得完呀 整一片这个大的 我去 它的牛仔骨是鲜鲜后烤的 口感是咸甜咸甜的 接下来尝一块他们家这个烤鸡 这实在是嚼得费劲啊 这个鸡肉做的有点失败啊 比上次柴多了 我感觉就是着急下班 让这个火候没有把握好 接下来尝尝他们家这烤牛排 这个牛排烤到的是全熟了 我发现他们家牛肉质量都还是可以的 吃起来非常嫩滑 但就是做鸡不行 接下来这一盒 才是我去他们家的主要目的 夏威夷烤牛排骨 这个看着太无敌了 五根鲜腌后烤的牛排骨 不停地散发着照烧酱的香气 这个夏威夷牛排骨就比较看运气 运气好就可以遇到这种挂满了肉的 但是运气不好也有可能遇到这种全是骨头的 它虽然外皮看着感觉像烤糊了一样 但是咬下去只有烟熏的香味和酱汁的甜味 浇上他们家的灵魂小料汁 哎呀 哇 它这个酱汁味酸甜的口感 特别解腻 他们家别的东西我不敢说 但是这个牛排骨是真的一举 喜欢吃甜口烤肉的人一定不能错过